骑骑车或是开车通勤式台南人的日常 但密集的车流量与缺乏完善规划的道路 让用路人总是置身危险当中 这也让场民主党议员参选门票的参选人 抓准机会视察 因为这边道路停止有停放的关系 甚至还有一些捕获车辆的进出 然后导致于这个路口 也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现在标记出来 经常发生车祸的危险路段 根据数据显示 在台南平均每10人就有三台自小客车 以及6.8台机车 数量分别为六都第三和第二名 立委林俊宪和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李宗翰 一同呼吁市府重视交通问题 运用收集大数据制作的道路潜藏危机地图 依照交通事故发生原因对症下药 我们不一定生活在在地 但是我们可以对台南市可能发生的问题 一目瞭然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方式 来逐步改善 把正确的资源投放在正确的地点 落实我们的交通安全 自由大数据一次改善 不遵守规则 以及硬体设施 路口的设计 耗制出了问题 比酒驾更要人命 我是希望他能够运用 他对科技的掌握度 问证 要求政府做相关的改善 会更有效率 选战将近 年轻参选人抓准机会打知名度 除了靠党内大奖拉抬找出市政问题 直接回馈市民 就是最好的宣传方式 欢迎新闻前一位张远春 台南报道